我們下午就用雙螢幕的方式來跟各位做分享 第一個我們先讓大家把萬彩動畫站安裝起來 你可以這樣在新的分頁打開 就可以看到它的官方網站 軟體的部分 您到FTP或是我們剛剛已經下載下來的這邊 都可以找到 找到之後你直接點兩竅就好 但是這裡有一個注意事項 你們下載下來不是有一個安裝注意事項嗎 對不對 你把它打開之後這裡我有寫 就是因為它預設安裝的目錄會有檢體中 所以如果你沒有改 就是在安裝的過程這裡沒有改 你可能會發現每次執行它都有一個錯誤訊題跳出來 雖然有些時候還是可以用 但是有些會造成不能用 所以要麻煩各位稍微留意一下這個地方 你在安裝到這個步驟的時候 你就把它這裡改成英文的 英文的 那你看我這邊安裝 這個沒有問題 下一個可以問一下各位嗎 你們有認真看過裡面的內容嗎 其他安裝軟體的時候 雖然這個你看起來現在是檢體字看不懂對不對 又變亂嘛 但是不管它 可是你平常應該都只讓我同意而已 都沒有注意看過裡面內容 好 重點來了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喔 這個 是不是有檢體字 所以麻煩你這個地方 改一下 你要打什麼沒有關係 但是就是不要有那個檢體字出現 讓它安裝那個目錄 進去的時候呢 沒有前提字 啟動的時候 不會有出現那個錯誤去提 就只這裡而已 那後面這個選單就沒有關係 選單就沒關係 其他在下一個 接著呢 這裡 如果你以後想要在自己電腦上安裝的時候 這裡你可以自己注意一下 桌面上這個沒有問題 就是桌面上產生 可是工具檔或工具列值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溫時之後啊 我們的這個開始功能表 已經不像以前可以自訂 它已經照那個字母順序有沒有 或是比要順序 所以現在很多軟體 怕你忘了它 都希望你能夠幫它訂在這裡 這叫工具列工具檔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如果你覺得沒有必要 你就把這個地方取消就好 就只有這個地方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你下一步下一步 這樣就可以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就是安裝的時候 剛剛那個安裝的目錄名稱 稍微幫它改一下 比較不會說 萬一你等一下再用的時候 怎麼會有錯誤訊息 或是有一些程式不能執行的問題 這邊呢 你安裝完成之後執行 那麼第一次呢 它會先載引到它官報網站 這個沒有關係 我們把它收起來 現在最新版本 應該就是這個2.3.1 以後應該有機會 它會有就是MAC版本 因為他們家有其他的軟體 就是都有分MAC版本 跟那個國際的版本 那目前這個軟體現在應該還算 還算嬰兒時期啦 所以可能暫時還沒有新的 但是沒關係齁 那你一進來打開之後呢 它會教學 你可以看也可以不看都OK 好 重點來的齁 刷清一下 你們載入範本了 對不對 第一件事情 還是要麻煩註冊一下 可以 又來了對不對 登錄 好 那麼這邊呢 它真的會記憶空氣給你 會記憶空氣給你 所以你不是真心的 那個關鍵字 不要忘記 好 就沒有帳號 有沒有沒有帳號 點進來 你就把你的Email 兩次密碼 那OK 你就去搜尋 請用就可以了 好 這個地方就麻煩各位 自行完成一下囉 如果你已經註冊好 已經把帳號確認好 有收到了 你登錄之後就會像這樣子 當然我們在前面這一段 在做的時候 你在選範本啊 這段話 不登錄帳號沒關係 但是最後要發布 你一定要 就是要做一個 註冊的動作 亂發布你隨便 你在這邊 建好帳號之後 在它的雲端 也等同 就產生一個帳號 就產生一個相同的帳號 所以你會有一個 在它官方網站上 它會有一個你專屬的頁面 如果你今天想要發布之後呢 把它放在網路上去做分享化 那上面就帳號密碼 跟你在這邊登錄是一模一樣的